大家好 我是小花 想當年甚至去到現在 有哪個女生不是看日集大 所以今天就用一條片 去化完三本雜誌風格的妝 化得很辛苦 Here we go 這本Soup主公文青 又或者心系的打扮 又或者如果你喜歡簡簡單單的衣著 又或者妝都很適合看它 由於今次化妝之前 我還未決定究竟我戴哪一副好 所以就一於全部撕上眼 之前我就經常會戴Fairy 又或者Select Fairy 今次終於有新Coin 今次出的這款新的User Select 就是大家都覺得 好想戴呀 話說它是經過詳細的問卷調查之後 將每一個User想要的東西 Select在一起 就變成這盒User Select 他們這麼多位都是One Day Coin User Select是日本品牌 我決定要戴這一款 Citrus Brown 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也第一次見 就是Coin的外面竟然是用綠色去包圍 老老實實 我經常覺得真正的文青是不會化妝的 不過我這麼多缺陷就怎樣都要遮瑕 今次我就沒有想任何的粉底 就只是用遮瑕膏 輕輕遮到我們的黑眼圈 然後輕輕掃一層碎粉 千萬不要太重手 眉都是以自然為主 用淺粉色的眉粉 輕輕掃我們的眉型出來 再用染眉膏 輕輕地撒過眉 令眉整齊少少 不用太粗也行 為了配合我們神聖而隆重的身礦 我就用了少少墨綠色 輕輕地掃在我們的下眼尾位置 雖然說裸體 都要穿上底褲 一於畫一條眼線 不過大家就可以只畫內眼線 畫少少的內眼頭 眼尾? 拉都不用拉 去到掃胭脂 我們的胭脂 今次都是放在比較高的位置 今年秋天一定要入一枝紫色的唇膏 為什麼? 用來混色一流 將它混少少你平時用的唇膏 再塗上嘴上 戴上一副圓框眼鏡 Soup的妝就是這樣大功告成 下一本就是很多OL朋友都會知道的 RAI RAI主打OL市場 如果你是一個OL 又或者需要一些formal少少的打扮 但又想要一點點的視相 看RAI就最適合了 RAI的妝容最主要就是簡單自然而又乾淨 所以我就選了Selectberry的One Day Con 看它舒服自然又好戴 它就有三種款 但哪款好呢? 嗯... 就粉綠色 戴完框第一步就是要塗Base 由於想底妝比較有光澤 塗完Base之後 我們可以先遮一下 遮青我們的黑眼圈、鼻翼和唇角 然後再上BB Cushion 再上碎粉 在滑眉之前 我們輕輕用眉刷 刷乾淨我們的眉 然後再畫一條簡單而利落的眉 不用特意拉長它 你知道啦 OL上班之後早上好趕的嘛 所以今次全會用光眼影盆 方便又快 啡色的眼影 就掃在我們的眼頭和眼尾位 再Bland開它 做一個層次感 眼線方面 就畫內眼線 然後再在眼尾的位置 輕輕拉長一點 不要太多 上班就當然要精精神神 我們沾一點唇膏 印在我們臉上打底線 然後再用胭脂粉 輕輕掃一點下去 固定一下它 增加這個粉嫩感 唇膏 就是用剛才我們引在臉上那支 最後我們再加少少的Libgross 令到嘴巴 都少少 由於我臉實在太大了 但我們又要翹耳仔 怎麼辦呢 用少少啡色的眼影 掃在我們的髮制位置 看上去視角效果 你臉都會細少少 戴上頂大方 又有端妝 又有時尚的帽 可以幫你的OL look加分 配上一副這麼有神的con 再加上你的笑容 什麼客人都處理得到 回到工 WeeWee 不用我說了 跟其他日本雜誌不同 WeeWee裡面 就會比較多歐美的品牌 而且裡面的model 大部分都是想展現他們可愛 而又有女人味的一面 Oh my god 又可以可愛又可以性感 哪個女生不想 今次用的都是User Select One Day Con 我戴哪種顏色 今次戴了Sunny Brown 適合它有少少混血的感覺 跟上兩個妝容有少少不同 今次的眉毛就可以滑粗少少 看上去都有神一點 輕輕用白色眼影粉打底 然後再用高座眼影棒 滑在我們上眼尾的地方 再用手指blend開它 有昏雪嘛 那就當然要打鼻影 用啡色的陰影粉 又或者眼影 掃在我們鼻樑旁邊的位置 再掃開它 今次鼻影就可以重手少少少 光影粉就可以塗在我們鼻樑位置 還有蘋果筋 除了內眼線之外 我們的外眼線由頭畫到尾 再向外打橫拉出去 再掃少少少胭脂在我們拳骨的位置 可以選一些鮮色一點的唇膏 大膽地塗下去 把頭塗一塗 除了像Vivi之外 都好像大嬉明 連我自己都覺得像 這個大嬉明成Vivi風格 不知道大家有喜不喜歡 哈哈又有Giveaway 今次小花就送你日本最新的 User Select One Day Coin 每人一對 名額有100個 如果你都想拿的話 就記得去下面的Info Box 附有條link 截止一期9月30號 好啦 我們在Facebook Instagram 微博見 Bye Bye